中国试验用泰赫兹探射器猎杀潜艇 美国的核潜艇还敢猖狂吗 过去我们就说过 中国当前面临的主要常规武器威胁 主要来自于美国的战略轰炸机和攻击型核潜艇 相比较而言 后者因为拥有更好的隐蔽性 而被美军看成是可以依赖的非对称打击平台 而中国要破解美国攻击型核潜艇发射巡航导弹的威胁 首先面临的难题就是如何探测这些水下平台 之前就有论文显示 中国正在研制一种革命性的技术 能够通过探测潜艇气泡破裂而引起的电磁场的变化 在非常远的距离上发现美军核潜艇的存在 此外中国还在研究重力探测仪 这被认为是未来航空返潜的希望所在 当然我们也在发展通过磁力探测仪和声纳浮标等 现有的探测潜艇的成熟技术 今天我们就再来关注一下中国计划用 泰赫兹探测器探测核潜艇的设想 中国现在的5G通讯技术已经是世界第一了 那么接下来就是6G通讯了 而下一代通讯技术要想提升数据通讯的速率和减少信号延迟 不可避免的会使用泰赫兹波段的型号 过去研制能够产生强大的泰赫兹信号的设备很困难 但由于近年来 我国对6G通讯技术投资不断加大 中国科学家已经取得了重大突破 这也被大规模的应用泰赫兹探测器奠定了基础 继研究人员称 中国已经测试了世界上第一个基于泰赫兹技术的潜艇探测设备 泰赫兹的频率介于微波和红外辐射之间 泰赫兹探测技术的战略意义 还不仅仅只是提升探测效率 比如说突破黑章 而且还可以实现跨界纸传播信号 比如前面提到的突破黑章 更神奇的是中国的研发团队的专家声称 通过泰赫兹装置还能够发现潜艇 据南华导报报道 国防科技大学项目团队发表在雷达杂志上的论文表示 泰赫兹装置能够确定公海中低频声波产生的极小表面震动 甚至能探测到只有10纳米高的涟液 这远低于现有技术的探测范围 跟踪和分析这些微小的水波震动 不仅可以帮助找到潜艇 还可以收集相关情报 例如它的噪音特声或者潜艇模型 根据中国团队的说法 中国现有的泰赫兹探测器个头不大 可以安装在无人机上 利用无人机返潜具有集中性好 成本低 留空时间长和部署灵活的优点 还能够以其他的航空返潜手段协同工作 例如阵列声纳 磁翼探测器 微波雷达或激光反潜设备等等 根据南华早报的报道 中国团队在大连附近的一个未指明的位置进行了实验 实验结果表明 潜艇在水下航行时 会引发海面出现微小的水纹波动 或者说传播到水面 并激发水面震动 这些扰动是非常弱的 以前科学家们认为没有利用价值 但是现在因为有了泰赫兹雷达和更先进的算法 可以将这样的微小波动 以海洋产生的自然波浪分开 用泰赫兹传感器探测涟漪 其振幅范围从10纳米到100纳米不等 具体取决于海矿 中国科学家表示 他们还成功开发出了世界上第一个算法 可以进一步的提升识别海洋上纳米大小涟漪的精确度 据称这项技术还可以用于水下潜艇进行信号传输 比如中国的潜艇可以利用这些微小的水面震动 传输编码信息 由于这些震动太小 而无法被敌军检测到 但是可以被自己的泰赫兹探射器感知到 这就避免了潜艇一定要上伏才能大量传输信号的瓶颈 而一旦泰赫兹技术用于潜艇通讯 那么中国的潜艇就能够实现真正的狼群战术 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 我们可以畅想一下 如果未来中国在自己家门口的上千公里海域内 部署了这样的泰赫兹探射器 或者是利用大量无人机进行这样的网络部署 那么美军的攻击型核潜艇对中国的威胁将会被严重克制 这里还没有考虑到中国在核潜艇和无人潜航器等方面的技术进步 看来美国核潜艇的非对称优势也很快会被中国终结 就像美国的航空母舰 在面对中国的反舰弹道大战时被废掉武功一样